今天到动物馆参观大猫熊宝宝圆仔的人潮 一小时就突破了2100元 是圆仔亮相近半个月来最多的一次 而可爱的圆仔每天除了睡觉 最爱的就是玩他的小漆架 不过有民众看到圆仔玩漆架玩到摔下来 不但很心疼更担心他会摔伤 已经六个多月大的圆仔 圆滚滚的身材十分可爱 每天最爱玩漆架 但是玩着玩着不小心就滚了下来 他玩的圆仔为了玩小玩具 这样摔那样摔 不过小圆仔只有五六十公分 但最爱玩的漆架有六十到七十公分高 一摔下来屁股肯定痛痛的 但是圆仔还是热慈不疲摔个不停 就是滚下一团这样子很可爱啊 跌倒我们就会觉得有点难过 有可能会坐上跌倒流血 有人觉得很可爱 有人觉得很心疼 不知道摔倒会不会对圆仔的健康有影响 但其实圆仔有厚厚的毛可以保护他 其实应该也主要就是说 他有一个厚实的皮毛 加上现阶段就说 他目前的体重才十五公斤多 那这样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就是说以这样一个高度下来 其实对他都还是可以的情况 也因为圆仔魅力强滚滚 寒假开始的第一个周末 前一小时入园人次就突破了2100人 是圆仔亮相后人潮最多的一次十分可观 新唐人亚电电视综合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可观看